咖啡廳外聚集好幾人就在車陣中看到一輛接著一輛的警車抵達 因為這裡出事了 反應男後激動 還有警察仔細觀看監視器 因為他指控是對方先動手 被指控打人的黑男相對冷靜配合遠景乖乖上警車 這家咖啡廳一旁就是板橋的重要道路之一 在這個地點極佳 沒有想到這群人竟然敢在店面裡頭大打出手 也讓所有客人都嚇壞了 店員也在第一時間緊急報警 事發在4號晚上的5點多 新北市板橋這間咖啡廳內 兩邊為了虛擬貨幣太達幣的買賣引爆衝突 37歲的周姓買家一開始說有百萬元可以購買 當天和26歲的陳姓賣家約好 現在約10萬現金現身 卻發現對方態度拖拖拉拉 害怕遭到社局雙方吵了起來 從口角變成肢體衝突 兩邊二打二 從三樓一路打到一樓 圓警貨報不敢大意出動九名快打警力到場 把兩邊人馬都帶回調查 是要了解買家這一方是地方找投 賣家也有傷害妨害自由前科 這回用現金從事虛擬貨幣的交易 到底是想洗錢必金流 還是真的要投資結果引爆衝突 警方要好好釐清 不讓案件再擴大 TVN新聞 蔡美信吳欣燕 新北市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